山阿姨住在杭州昭辉六区,今年74岁,1月14号这天,她推了一辆自行车出门去买菜。 她说我没看到,那我说你应该陪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,那么她当时现在开车了,那我想这个情况不行的,因为我推着自行车的嘛,我自行车给她那个汽车挡牢了,不让她进,就是啊,那当时我还有围观的群众呢,还说我碰直了好像,你好像这么大年纪,她要去,她当时要去把孩子送幼儿园去的。 因为她这个小区里面的小龙头了,然后呢,其实人也是不多的啊,其实我来看的过程,速度也是很慢啊,她是在我的右侧,我右边其实是看好的,然后左边也有人过来,右边是看好的,我在看左边,可是过去的时候呢,她出来就知道压住了,其实我是去看那个路线啊,她是走的路线,她是有往中间走的那个趋势的,知道吗,是在我中间走的,我在后面走过去的,看过去的时候,她一直往前走的,您是哪个轮胎压到她的? 善阿姨说,当时她先报了警,之后又联系了儿子。交警出具的事故单上写着,因乐先生实施机动车,在居民居住区内不必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事故,乐先生全部责任,善阿姨无责。 善阿姨说,当时她儿子带她去了医院,当天没查出骨折,晚上回家之后,她的脚背越肿越高,之后又去了医院三次,在1月25号确诊为足周撞骨骨折。 没出事故前,她身体比较硬朗,还一直坚持做志愿者,因为家住在五楼,没有电梯。 这三个月,她除了去医院复查,其余时间都在家里,再加上之前被周围人误认为碰瓷,给她心理上带来不少压力。 现在第一阶段的医药费花了5000多块钱,车主和保险公司一直没有赔付。 她就是说,她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的,什么是作为太平洋公司会去报销的,承担的。 那保险公司报销了吗? 没有,到现在都没有报销。 那个保险公司欧经理算了一下,五百零点的钱,那就是要她自己承担,要司机承担的,她就是举着的。 她那个签字以后,才可以就等于说是可以这个程度下可以到了这个,对对,所以说呢就等于说是她意思就是说,没有做很明白的情况之下呢,她这个字她现在还没签,所以这个费用呢就等于说现在还是就等于说不能赔付。 当初我买的时候呢,说我买了大概三折鞋是150万吧,反正,然后交财鞋也是反正正规的那个途径中买,买好了之后呢,她也没从我明确的家什么,就培草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东西的。 我现在要赔草了,她给我讲,我花了五六千块钱的一个保险,完了之后她还要对我有些东西叫我去垫,所以她其实也有一种欺骗心思在里面,我其实已经在投诉了,我打过两个电话,客服电话了,肯定赔的,她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,可能也就是走这个起诉的这个过程了。 谁走起诉过程? 法院派,对,去法院派,到底是防险公司赔,还是说是我赔。 山阿姨不认可乐先生的说法,她认为这起事故中乐先生是权责方,理应支付她的医药费,至于这笔钱是从谁的口袋里拿出来,对她来说并不重要。 如果乐先生觉得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有问题,应该由乐先生去起诉保险公司,与她无关,她只需要拿到医药费。 记者多次拨打与山阿姨沟通的保险公司欧经理的电话,对方没有接听,发了短信也没有回复。 山阿姨表示,希望乐先生能尽快赔偿第一阶段的医药费。